我现在找了个茶馆坐下来 坐下来的话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我整个的行程 记得看到片子的最后 片子的最后我会有一个动画 在地图上面把它标识出来 我到了哪些地方 反正每一次我的车子换一个颜色 就说明我在那个地方待了一次 然后就换地方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千万记得看 我们现在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坐下来以后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整一个路书的情况 清迈非曼谷非伊斯坦布尔 我们是迪拜坐的中转 机票大概是2500元人民币 单程一个人 然后到迪拜中转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你买的是连程的机票 所以的话哪怕误搬了 或者怎么样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一次去就是碰到这个问题 到的飞机延误了 我就怕下一班飞机赶不上 但是没问题 因为我们行李是直挂的 我们那个飞机如果没到 它这个行李 没有运到那个飞机之前 它是不会起飞的 所以的话这个你就不用担心 我是路上赶死赶活赶到那 到了那发现我们的行李 其实还没送到的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 这个机票是2500 然后接机的费用 就是我们到了伊斯坦布尔 然后从机场接机到酒店 245 然后我租车是在斜程上租的 用的是零起赔 就买了个保险 零起赔的保险 总共的费用是4869元 一共是21天对吗 对 一共是21天的车 也就是平均下来200多块钱一天 因为为什么我要在斜程上租呢 有很多朋友说 你到当地租也行 怎么样也行 其实呢 我在这个之前我也研究了很多 就发现什么问题 就有很多的租车公司啊 包括我们在那个租租车啊 什么这一类的软件上租 就看不太明白 它有很多的租车公司 但是我们到现场也发现刷不了银联卡 甚至就是说你上面有Must或者是有Visa的 它只要带了银联标记的卡 它就不能用 然后有的租车公司呢 它是必须要用芯片卡 像我们那种磁条的那种 它不能用 所以就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就找了斜程 然后在斜程上面呢 我就看到了可以刷我们这种银联 再加上Master的卡 然后这一家呢 也是可以刷磁条的 也方便 所以我就在斜程上订了 因为总共下来的话 它差价不会有特别特别多的差价 所以的话我们就在斜程订 而且我们如果要发生理赔的话 也会很方便 我出国基本上都是用国内的APP 去订租车的这个情况 因为在海外的话 你很有可能你发生了事情以后 你跟他们交代不清楚 你买的保险到底是不是全显 你起赔额是多少都不清楚 万一你说有点纠纷很麻烦 那你如果是在国内的APP买的 那就没问题 因为它是国内的公司城堡的 所以你在这里碰到问题 你只管把钱全部付出去 他比如说一万两万你付吧 付了以后你只要有凭证给我 我拿着这个凭证 我回到国内找国内的APP去做理赔 这样就会很方便 所以也就不差这几十块钱一天 我就订个安心 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是取线 因为我也不能细节到每一天 我花了多少钱 那么我们就看了一下 我们取线一共取了多少钱 我们通过我们的短信 每一个取线 它都会来一条短信 扣除的钱 我们看了看 这整个形成下来 大概是一万两千元人民币 我们取线的费用 主要就是用在了 吃饭购物和门票 还有加油这一类 其中有两次住宿 我是用取线的钱去付的现金 一个就是卡尔斯 还有一个就是滑雪场 下面有一个小村庄 他们那个地方没法刷卡 这两个地方我们一共 大概是花了850里 也就是400人民币左右 是我们用现金去支付的 然后信用卡消费 我刚才也查了一下 一共花了一万五千人民币 左右也是左右 主要是用于酒店的防费 还有极少的一些餐饮 有的地方餐厅他能刷卡我也就刷卡了 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下 就总共的消费是三万五千元 当然这个是一张机票 我单单和牛牛的机票 全算上的话 再加五千块钱的机票 那就是一共花了四万块钱 所以平均下来 也就是一万三千块钱一个人 行了那么我把这个大致的费用 就说了一下 然后我就说一说我们的行程 行程的话 我们是从清迈飞曼谷 然后飞伊斯坦布尔 然后伊斯坦布尔 我们第一站自驾是到恰纳卡莱 恰纳卡莱是看了特洛伊木马 和特洛伊的古城 然后下一站就是恰纳卡莱到伊斯密尔 伊斯密尔我们主要是看了 以弗所的古城 然后我们伊斯密尔的下一站 我们就到了棉花堡 棉花堡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值得去的 当然我们这一次去的话 天气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就是棉花堡到塔瓦斯村 到塔瓦斯村我们就是去滑雪 这个不是一个常规线 你们如果夏天来的话 是不需要去塔瓦斯村的 然后塔瓦斯我们就到了喀什 我们没有去菲特西耶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一路的景色 差不多沿着爱琴海地中海 就那一块的景色是差不多的 我个人觉得大同小异 而且天气也太冷了 就没有办法去玩海 如果你天气热的话 我个人倒觉得建议是开到费特西耶 然后从费特西耶就可以一路开车到安塔利亚去了 喀什我觉得就不必要过夜了 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喀什 然后到了安塔利亚 然后住了一个非常划算的全包酒店 安塔利亚那边有非常多的全包酒店 我个人建议到那个地方尽量去住全包酒店 很便宜 然后可以去享受一下那种无脑的吃吃碎碎的一个状态 完全放松的一个感觉 因为前面走了那么多的路 到这个地方正好是做一个休整 我个人建议住个两晚 特别舒服 然后安塔利亚开始 我们就开始往土耳其的东部去了 这个也就是一个非常规的路线 就我们从安塔利亚到了加泰土丘 加泰土丘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村庄 晚上我们住在了加泰土丘旁边的 那个叫科尼亚的小城 科尼亚它是在圣经上记载的 那个大洪水退去以后出现的第一个城市 我们在那儿过了一夜 然后我们从科尼亚就去了卡帕多奇亚 卡帕多奇亚我们住的是严冻酒店 它位置非常好 服务也非常好 主要卡帕多奇亚开热气球住严冻酒店 我个人倒是推荐去住一下严冻酒店 这一次住宿也就是 我们在卡帕多奇亚是最贵的 我们在卡帕多奇亚是最贵的一次住宿了 我们住的是一个两卧式的严冻酒店 因为那边也有希尔顿酒店 但是我个人觉得 希尔顿酒店全世界到处都有 但是严冻酒店不是哪里都有的 所以的话我们选了一个 而且是网红的严冻酒店 因为他们那里也有真严冻酒店和假严冻酒店 就有的酒店它很便宜 但是它的这个造型造成严冻 其实它并不是严冻 我们住的是一个真正正正的一个严冻酒店 我们去感受了一下 它里面这种冬暖夏凉的感觉 其实住进去我体验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挺值得的 对吗 它服务也非常好 就包括它的早餐 位置也很好 包括早餐 包括它的那个 它的咖啡吧 咖啡 包括饮料 包括一些点心 都是免费的嘛 我甚至觉得你到了那个严冻酒店 你都不用逛出去 在那个地方待着 吃吃它的下午茶 免费的然后看着风景 你在那待一天都特别舒服 看着日出 然后到中午 然后到日落 整个的过程也是非常浪漫 但是唯一可惜的就是 我们这一次去的天气不是特别好 所以热气球没有飞成 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 满坑满谷的热气球飞起来 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情 我相信如果说你选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去 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 你就是可以看到热气球 是这样 那么卡帕多西亚我们出来以后就叫了加济安泰普 加济安泰普我们去看了那个又发拉底河的一个源头 然后逛了当地的巴扎 加济安泰普它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那个地方是一个果干的一个之都 在那边我的视频里也放了就是那种无花果 包括它的那个叫开心果 这一类都特别特别的便宜 你到那个地方去可以吃狂吃猛吃 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是值得去一下的 然后我们从加济安泰普就到了上勒乌尔法 我靠这种名字多难念 然后上勒乌尔法其实我的目的就是看了戈贝克里石镇 我在视频里面也说了戈贝克里石镇是人类的一个起源地的一个点 所有的文明起源都是来自于这个点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 如果各位觉得对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 你们完全也可以跳过 然后还去了一下哈兰古城 就是有个导游要带着我要坑我钱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也是我个人觉得值得我去看一看的 你们如果没兴趣到不去也无所谓 然后就是从上勒乌尔法我们就到了马尔丁 马尔丁这个城市我倒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因为它就是在叙利亚的边境了 那个地方所有的风格就已经跟土耳其 你们想象当中的土耳其就完全完全不一样了 它是完全的一个叙利亚的风格 甚至叙利亚包括是伊拉克包括伊朗就那些风格 它都集合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马尔丁古城也就眺望到了人类的发源地 人类那个文明的发源地 没所布达米亚大平原 那个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梦 然后我们从马尔丁又开车去了凡城 从马尔丁一旦开出来以后天气一下子又冷了 又开始下雪了 然后我们到凡城去看了什么呢 看了凡城猫 因为妞妞和丹丹特别喜欢猫 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看了凡城猫 然后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凡城湖 也非常的漂亮 因为你如果要往东线往上绕的话 你这个是必经之路 所以的话那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去住一晚 然后我们从凡城出发呢 就到了卡尔斯 路上看了亚美尼亚人心中永远的那个痛啊 阿尼古城 还有就是在路途当中你是必经了 就诺亚方舟残骸最后停留的那个亚拉拉山 这个可能对于相信基督教的人 或者是对圣经有兴趣的人 你可以去看一看 那个地方呢 也就是亚美尼亚人心中的一个圣山 我觉得非常值得看一个锥形的大火山 它本身是个火山 然后上面都是已经白雪埃埃了 有5000米高的 挺好看的 然后我们住就是住在卡尔斯 卡尔斯怎么说 也是必经之路吧 你不住在那儿 你再往前赶路就赶的太多了 所以我也推荐卡尔斯可以去住一住体验一下 因为它感觉是什么 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小镇平移到了这里 因为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也说过 介绍过这个卡尔斯 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被俄罗斯 常见侵占过 所以的话那个地方它所有的房子建筑 一切都是跟俄罗斯的是很像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从卡尔斯就到了黑海边的一个城市 叫特拉布宗 在特拉布宗这个地方我们就眺望了黑海 黑海我也讲了是非常神秘的一个海 我也觉得这个城市值得去住一住 很美 非常美 然后从特拉布宗我们就一路开车 这一天是开得很累的 我们开了9个小时 因为途中就没有再停了 我们就一直开到了翻红花城 然后在翻红花城洗了个土耳其浴 然后从特拉布宗到翻红花城的这一路 全是海滨公路非常漂亮 然后路况也是非常好 在这个地方我就遇到了两次被警察查超速 第一次把我放过去了 第二次我又没留意 然后被警察抓住了 然后就发款了 这个地方所以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少小心一点 路况真的太好了 太容易超速了 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从翻红花城就一路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在伊斯坦布尔我们做了个修整 然后就要到下一个城市去了 一共历史我们是28天 总共是经历了28天这一整个的一个过程 行了 那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这个行程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详细的去看看我的视频 每一点我们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好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